太香了好香啊 哈喽大家好 今天8月13号我是多拉 二来不行了 就是我们 我昨天同日有帮我 推车我的没有给他煮饭吃 今天必须要给他煮饭 我跟兔师傅是走同一条线 所以之前已经在网络上有聊过天了 算是认识的 他这个人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人 就爱骑车 我们俩都是那种很能说的那种 这两天我们漏的太多了 托师傅的账号就叫做 托师傅骑行还太阳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没什么 不能说没笑 没心眼 应该说没什么心机 想什么就说什么 表里如一的一个人啊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啊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 我觉得托师傅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骑行者 但是呢 他就是只爱骑行 不爱生活 也不爱拍视频 所以说这两天我就叨叨叨 叫他少骑点车 路上注意点生活 每天运动量过大超标的话 对身体也并不是好事啊 路上生活不好的话 对身体更加是伤害 然后如果要长期齐行的话 账号视频不花点时间去弄的话 又没有办法支撑 你干嘛站在我后面 站在我前面 你怎么看视频啊 我站后面不是年小吗 你怎么拿你的都不懂 给你呢 怎么拍照吗 要不要美颜啊 不美颜我就直接扒了 要美颜的 要美颜 好的好的 记得把它美一下 好的可以 没问题 我们兔师傅要抓紧赶路的 昨天都帮我他进城了 今天他先去赶紧进城 我要去两三天 不用 因为我到前面买点东西 不然的话老是白色 白色吃白色 真的 你别提给我买东西 你给我买东西的话 我这种分享的快乐就没有了 那倒是 就像我上个视频说的 这种分享快乐 我们可以在下个城市 或者在下个NASA 在相遇的时候 对不对 在你来分享我 我来分享你看我 这样子说的 被你说的 我又想给你带开机公里 那也都是吓过的 没事 我们慢慢走 跟着面吧 好嘞 出发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 时光很匆忙 别错过日落和夕阳 不论在哪里呀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 就认真的老去 又一次和你擦肩而过 一毫米的距离 都师傅先走了 他先走 他高盘严重 他要快点骑出这个高海拔地区 以他的速度 今天就能到大曲市了 80公里吧 我的话要三天 来了一段稍微平缓一点的 到那头又要往上 今天又是逆风了 又是逆风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下雨就刮风吗 这下雨就遵了 这一年轻的时光 的程序 所以 这下雨就算催 最后復头 所以 这一群子 就好 这一群子 有 这一群子 很 吃 吃 一群子 吃 就好 吃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几公里的城下坡下完了 好爽啊 这坡都也不大 就一直骑得很丝滑 这会看到前面又开始挡山 又可以要拐方向了 大概率又要开始我上走了 下海拔也就4600 过了安多县之后 就这种村子 就特别多了 就不再荒凉了 村子虽然都不大 但是特别多 当然半岁的也是流洋更多了 估计全部都是牧民 不放牧的应该就是住在城里面去了 放牧的就只能在这些地方 继续去住了 我上个视频不是说让游泳们帮我拿主意吗 走317还是219又拿不定主意 反正两条线都是到新疆都是2000多公里 里边短300公里 然后大部分的游泳给的建议就是走219 219虽然路比较凶险比较危险一些 比较危险一些 也比较长一些 但是呢也确实我也不想再错过去珠峰大本营那边 当然天上阿里其实我也不想错过 就这么说吧 其实我两边都想走 两边都想走 就是想着走哪边舒服谈一点 后来想想也是啊 就游泳们说了 走哪边都是这趟行程都是一两万里 公里的近南闲族吧 也不用在乎那300公里 多走少走的 219的话边境线我也是从来没走过 第一次走一走感觉应该也是蛮不错的吧 无人去的话因为走的都比较多了 一路已经走了很多长的短的无人去 200公里的3400公里的 又700公里的都走过了 所以我现在心里已经很了 对下痕心走219 甭管他路多烂多危险 因为219很多泡档坑路 还有很多沙石没有修的路 还有很多那种连环山崖 悬崖下山坡 对 反正就是路 先陪下我们消遣吧 到时候我要给自己买个保险 买个保险再出发 哎呀 大開的感覺 這像天門大開的感覺 還有幾公里 還有幾公里就到317了 突然又下這麼大雨 沒辦法先避其風了 人天不飛了呀 這就有點過分了 多熱的天氣呀 你還下乒乓 這都 上起來都 我感覺白天氣瓦30度 怎麼也下冰雹 過分了 本來想說 既然決定不走317了 今天晚上就去317的路口 感受一下 住一下 就當去過了吧 但是天實在太黑了 不敢走了 想不到現在天黑的這麼早 9點鐘都天黑了 哎呦我就差那麼幾公里呀 3-5公里吧 到不了 沒辦法 3-5公里我要蹬的話 也要蹬半個多小時 所以天太黑了 不敢蹬了 還好我這 前面 3-50米 就是一個蹈斑 對 過 火車的 一個蹈口 所以 不是黑不溜球啊 現在還閃電呢 我怕晚上是要下大暴雨啊 好 今天就早點睡了 還要兩天啊 還有40多公里 還要兩天 才能到那去市區 只要出太陽就好 就碰到不出太陽 沒電 晚安 拜拜